第1181集 外星人肯定有 叶浩玄笑了笑 现在他接触的东西跟其他人不一样 其实除了地球之外 另有三千世界 亿万的未免 那外星人多得数都数不过了 走吧 我会为你介绍一个十分漂亮的岛游小牛的 他会带着你领略这个消失文明的文化的 皮尔揽着叶浩玄的肩膀向前走去 首先是到住处 许彤彤有些晕船 尽管叶浩玄为他按过了 但是现在他还是感觉到胸口不舒服 叶浩玄本想给他扎几针的 但是他拒绝了 他说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让叶浩玄自己去玩就是了 黄金岛的地方不算太大 但也绝对不小 这里的游客并不多 但是从这些游客的举止上来看 这些人绝对都是土豪级别的 因为之前皮尔也说过 这个地方一般来说只对一些土豪级别的人开放 而且因为其地理位置特殊 这个地方的磁场不稳定 好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有黄金岛这个地方 看着这里充斥着浓浓的未知文明的气息 叶浩玄不免有些感慨啊 像这种旅游的景点 好多地方的故事都是强行编造出来的 但是叶浩玄觉得 这个地方的东西未必全是编出来的 因为这里的建筑十分的奇特 布局十分的合理 很符合黄金比例 现代人的建筑工艺虽然很强大 但是跟这里绝对是没法比 你觉得这里是不是真的有过一个超级文明的存在 兰熙的声音在叶浩玄的身后响了起来 她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你觉得呢 叶浩玄转身笑了笑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些神秘 嗯 说说你的见解吧 兰熙微微地一笑 之前导游说过 这个地方曾经存在过一个超级文明 只是随着一场灾难 这个超级文明被摧毁 只留下了这个地方 这便是黄金岛的来历 而且这个超级文明 是远在恐龙时代的文明 但是它们的数量很少 之后世界发生了改变 灾难来临 所有人都回到了黄金岛 因为这里是它们文明的发源地 可惜的是 它们最后还是没有能撑下来 故事始终是故事 叶浩玄笑了笑 地球存在多少年了 谁也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这些科学家的想法大多的时候 只是一想罢了 谁也不清楚地球 到底经历了几次毁灭 这么说 你是相信这个地方 有一个超级文明的存在呢 兰西笑了 半信半疑 叶浩玄笑了笑道 对于这个世界 未知的东西太多了 不管这是真的假的 我们都要抱着一颗敬畏的心 不是吗 你说的不错 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们都要抱着一颗敬畏的心 来看待这个世界 兰西点点头 你说说你的观点吧 为什么信 为什么不信 我之所以信 那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 看到了不少的神像 这个地方是深海 而且因为这里磁场的问题 所以大多数的船只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存在着这么一个海岛 那些神像不像是近代人建起来的 如果说是为了搞旅游穴道 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神像做得漂亮一些 但是那些神像被雨水侵蚀的十分厉害 如果你想搞旅游 我想你不会把门面做得破破烂烂的吧 叶浩玄笑道 不错 我不会把门面给做得破破烂烂的 兰西一点头道 还有呢 还有这里的建筑 叶浩玄指了指身后这些 盖得十分奇特的房子的 这些建筑我刚才看了 建筑风格十分的特殊 而且墙体是一种特殊的材质 它之所以会发光 也正是这些特殊的材质的原因 而据我所知 现在地球上的建筑材质 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还真的没有 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 曾经存在着一个超级文明 那也未尝不可 这些地方倒真的有可能是 那个超级文明的发源地 虽然那个文明不在了 但是这里的建筑 还是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说得不错 我也有这种想法 那你不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兰西笑道 之所以说不信 叶浩玄笑了笑 那是因为现在的人太精明了 他们会想着法子玩 指不定这个地方 就是某个大理由公司 专门弄出来的噱头了 你看这个地方 首先是他们直接带土豪 如果你没有几亿美金的资产 你甚至都没有资格来这里 土豪的钱好赚啊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 这个地方的老板 十分地懂生意经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也有可能是 人工制造出来的 你分析得不错啊 兰西一点头倒 其实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奇怪 但是这个地方 到底是哪儿奇怪 我就说不上来了 女人的第六感 一向是最强的 叶浩玄微微一笑 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 一定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皮尔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如果这里很稀松平常 那么也不会勾起 他这么大的兴致的 你们两个在这里 是私会吗 啊 远处的皮尔跑了过来 他半开玩笑地说 没有 我们再谈这个超级文理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叶浩玄微微一笑 皮尔 你觉得呢 哦 对于这个 我来说 无所谓 我只知道玩 话说叶 你的女朋友呢 皮尔四下张望了一下 他并没有看到许彤彤 他刚才晕船 所以现在他休息去了 那真遗憾 皮尔双手一谈道 我要带你们 见识这里 最厉害的黄金船呢 可惜啊 他可能是看不到了 我们走吧 我觉得黄金船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什么是黄金船 这艘船是由黄金打造的 不不不不 并不是这样的 皮尔摇摇头道 其实刚才有一点你说对了 这个种族类似于亚特兰蒂斯 他们的文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去工作 他们的生活很奢华 他们用黄金建房子 黄金铺地 甚至家里的一切家具都是金的 就连船也一样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的文明 才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黄金船 据说是这个超级文明 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证据 因为他可以在水中行走 我可以带着你们体验一下 皮尔 不能在水中行走的船 那还叫船吗 兰西有些无语地说 他觉得这家伙有些疯了 哦 兰西 你误会了 我所说的在水里面行走 并不是在海面上行走 而是在海洋里面 皮尔转身道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了 说着 皮尔率先向前跑去 在水里跑 那是潜艇吗 兰西诧异地看了一眼 叶豪玄 不清楚 不过他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也好喧嚣的 我们去看看吧 到了黄金船所在的地方 只见一艘十分大的船 在这里停着 这艘船 有着浓浓的 加勒比海盗船的风格 只是这艘船通体精华 猛一看去 倒还真的是认为 它是由纯金打造而成的 船边已经有一些人在等 很显然这艘船是要收票的 皮尔带着叶豪玄和兰西 走到了船上 站到了甲板上 不一会儿 船体启动了 让所有人感觉到吃惊的是 这船一动 直接就向水下面前去 兰西有些吃惊地问起来 不要担心 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皮尔笑了起来 我觉得 我们现在还是去船舱里比较好 兰西看到其他的客人 都跑到了船舱里 只有他们几个还站在甲板上 没事 一会儿他们都会从里面跑出来的 皮尔笑道 看皮尔一副淡定的样子 叶豪玄道也不紧张 黄金船越陷越深 不一会儿 船体就整体地没入了水中 看 看哪 我们现在已经能在水下行走了 皮尔大笑道 叶豪玄看着四周 他也着实有些震撼了 船现在已经沉入水中了 他在水下十几米的地方行走着 但是站在甲板上的他 并没有被水淹没 在船体的周围有一个巨大的气泡 把船给包围着 这个气泡把海水隔在了外面 而且气泡的尾部 有蓝色的火焰 为这艘船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哦 太神奇了 这才是黄金船真正厉害的地方吧 坐在船舱里面的游客 都吃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他们纷纷地都从船舱里面走出来 十几米的深度并不算是深得太离谱 这还是太阳能照射的范围之内的 所以就算是海水下面行走 这个地方的光线也十分的好 深海里面充满了未知的东西 就算是在海面上层 这里的美景也足以美得能让人窒息了 从气泡内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水里面 游来游去的鱼群 大海龟 还有成群结队 不知道名字的银亮小鱼 这俨然是一个水中的世界 那鱼群就好像是一阵阵龙卷风一样 让这个地方始终不能平静 太美了 太震撼了 我要把眼前的这一幕给照下来 有一个游客拿出了手机就要拍照 不不 这位小姐 你照不下来的 一名导游连忙直指了 哦 这里不允许拍照吗 那游客有些失望地说 其实我们并不限制游客拍照的 导游解释道 但是我刚才讲过 黄金岛 是远古时代的一个超级文明遗迹 即使是现在 这个文明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他们留下的东西 还是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他们不太希望 现在的人类发现它们 所以在这里 大家的一切电子仪器 都是受磁场干扰的 是拍不下来照片的 啊 真的耶 我的手机没有信号 哦 是啊 我的相机竟然捕捉不出来画面了 真的 什么东西都失灵了 但是这位小姐 我想知道 这艘船是靠什么才能运行的呢 有人问道 这个 我真的不清楚 这里的一切 都是由智能系统管控的 带队的导游有些抱歉地说 你怎么看 兰西看了叶好轩一眼 他看到叶好轩在低头沉思 不知道为什么 叶好轩给他一种很深沉的感觉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什么事情 能难得倒这个男人 一向水准相当高的高科技 叶好轩想了想 他笑的 由此可以看出来 那个所谓的超级文明 是真实的存在的 至少 就这艘船而言 它能在水中行走 完全是靠着这个透明的气泡 这个气泡等同于 一种能量的存在 使他们 为船提供的动力 同时能把海水搁在外面 很高的一种科技水准 现在的地球 想达到这样的水准 恐怕有些难吧 兰西笑道 以前难 现在不难 叶好轩微微一笑 因为现在有少事科技 这个世界上 没有少事科技 做不出来的东西 你和少事的人很熟吧 很熟 叶好轩想了想 他一脸头到 黄金船游完之后 几个人又来到了黄金岛 其他比较著名的地方 这里有天色的温泉池 这些温泉 其实是下面的火山岩浆 所造成的 得知下面有一座 火火山的时候 叶好轩有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靠 这些人也真敢门啊 他们难道不怕火山突然爆发了吗 叶 你不用担心 皮尔在一边躺着他笑道 这个地方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你不用担心这里的火山会突然爆发 因为这火山只在海底活动 而且它的热量 让这里的水温十分的适应 那可未必 叶好轩摇摇头 之前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同样是一个很著名的小岛 那里面的游泳池水突然自飞 导致数名游客被海水生生的煮熟 哦 你说的是真的吗 皮尔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想想他所在的温泉下面就是一座活活山 他身上也不由自主地起鸡皮疙瘩了起来 当然 叶好轩站起来的 我觉得这种地方处处透着诡异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想明天就离开 好吧 再玩一天 后天吧 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 你还没有感受得到 皮尔无奈地说 他安慰道 没事的 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数次了 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还能在这里遇到传说中的美人鱼 皮尔大笑起来 很快 天色晚了 因为来黄金岛的途中 那几艘游艇几乎是走了一天 所以在这里没有玩几个小时 天便擦黑了 回到住处的时候 许彤彤恰好刚刚醒过来 他揉着发懵的脑袋 现在几点了 快八点了 你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没有 叶好轩坐到他身边的 没事啦 没有那么恶心了 现在好多了 徐彤彤彤笑了笑 就是现在脑袋还有些发梦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睡多了人也会受不了的 叶好轩微微一笑 走吧 我们去吃点东西 然后在这里走走 这个地方很神奇啊 好 等我一下 我换件衣服 徐彤彤点点头 翻身起来 半个小时以后 他总算是收拾完了 他拉着叶好轩的手 走了出去 现在天色已经完全的黑下来了 可能是地理位置的远古 这时的月亮看起来特别大 特别远 就好像是距离它们很近一样 啊 你看这里的月亮好大 徐彤彤有些吃惊地看着天空中的那一轮圆月 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 夜好玄小的 据说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过风暴 几乎每天都是晴天 只是偶尔下过一点雨 那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徐彤彤彤问 不清楚 手机无法准确的定位 而且信号也不好 荒山野外 徐彤彤彤一睁 他摇摇头道 我始终觉得 旅游的话 还是尽量不要去那些偏远的地区比较好 那样没有安全感 是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明天在这里待上一天 后天就离开 夜好宣道